波士顿有个伊沙贝拉加德纳博物馆 你听着啰嗦你也记不住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记得 这博物馆叫花园博物馆 你到当地说花园博物馆谁都知道 所以要有机会上波士顿的时候 除了你去看波士顿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特别有特色 你要去看看 这个女主人叫伊沙贝拉 他生于什么时候呢 生于鸦片战争爆发那年 1840年 他就是开始喜欢艺术品 这人的艺术品 跟所有的艺术馆都不一样 他这个博物馆生前就是他们家 聚的歌 他是走到世界上哪 看见什么东西都喜欢 然后他就买 买了以后就找设计师呢 往里搁 这搁哪合适 那安在哪 所以他们家是一大咱会 你比如说他在一层中 转圈是个花园 中间是个花园 转圈都是长廊 那个廊上有一个一个的廊 就是廊柱 这柱一样一个 咱们到哪看 你到旁边古城 你到这个希腊 去看那些大柱子都是一样的 你一个建筑上 这些柱子十个八个的都是一样的 他不是 他是呢 这个 一样一个 每个都不一样 就是从哪看你一个就买回来 那个那个长短 高矮还不一样 都得救活着 安在上头 然后你往楼上走参观的时候 你看 哎呦 看见一个东西很亲切 这东西为什么亲切呢 这东西是你中国的 一看 哎中国一门窗 我咱一看 我这是广东的 啊 这是什么 再走着走着 突然看一屏风 一看 哎 这日本的 就是他什么都买 买了一辈子 这人这 这一辈子怎么过的呢 就是买东西 旅游 花钱 那么这老太太呢 后来死了以后啊 就把这个 他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 捐给了这个 波士顿政府 这就成为远近文明的博物馆 里头挂了很多名画 话说这事也早了 1990年啊 这个狂欢日 狂欢日啊 有俩窃贼 你说这俩人是窃贼吧 有点冤枉他 这俩人呢 有心计 先把自己化妆成警察 这在历史上 很大的一个案件 两个人就把门 说这狂欢日啊 狂欢日 说有人和大的要检查 这个检查那个 反正找个借口 一敲门 结果呢 里头的人毫无警觉 把门一打开 这俩窃贼就冲进去 把人绑了 把人彻底给绑了 这俩窃贼就在里头 折腾了一宿啊 把这个画全都给弄 弄摘下来 摘下来以后还互相比较 因为他拿不了那么多啊 那么他偷了多少东西呢 他偷了13幅 矿式名画 那么从这件东西啊 从这件东西的丢失来看呢 这贼应该是亚贼 这东西没有交易 因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清晰的档案记录 你只要在国际市场上一交易 马上就会被人抓住 这东西都是有数的 他不是咱们弄随便一个碗盘 而且尺度非常大 只要你敢在公开场合下展览 那你一定就会被人家抓住 那现在这东西上哪去了呢 不知道 也许就是说过去的那种 那种有高级品位的人 又有极大的癖好 有钱喜欢冒险把东西可能藏在他们家的地下室 那什么时候能够真相大白呢 也许明天 也许明年 也许我们一辈子都不知道 1992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 那么各地有的脑筋动得快 开始做一些文物展 就从故宫可以借 开封从故宫借了这么一批文物 在这个开封博馆里做临展 临时展就被窃贼给盯上 所有人浑然不觉 当时有一个非常先进的防盗技术 从国外引进的叫什么呢 叫红外线报警器 那么当时呢 这个展览开封还是很重视 所以呢 特地安了八个 从高空中安了八个红外报警器 他们认为万无一失 有个窃贼 这窃贼是湖南人 聪明 其貌不扬 叫刘农军 这窃贼呢 就盯上这东西了 就勾结了另外三个人 四个人 做这案子 这案子他做了充分的准备 包括他对科技的破解 他都事前想好了 他怎么去破解的这个 红外线报警器呢 今天可以跟大家说了 过去是不能说的 因为今天全全世界 或者说全中国的博物馆的报警器 都不用这个红外线报警器了 这东西太容易被破解 怎么破解呢 你知道这红的东西啊 这红外线这东西啊 对什么都 都可能阻断 他这个光线 但他对红的 不反应 这刘农军呢 就拿这个 宾馆里那红窗帘 家里那红窗帘 先试这个报警器 试过几回以后 忽然发现 他对红色不报警 一旦你拿红布 把它罩住 你在红布后 它干什么都没关系了 他一下呢 就想 我怎么能把这个高空中这八个报警器 把它蒙上 他就从博物馆的这个顶棚 顶棚的这个 我们知道装修这个凤里中间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的那个能承受 他重量的那块木头 只有平衡木那么宽 是吧 他爬上去 从上头倒挂金钟 这点多少有点像电影情节 倒着身子下来以后呢 每一个报警器上面都照一块红布 然后拿夹子一加 依次从上头把这个过程完成 这个八个报警器就全部让他拿红布给罩住了 罩住以后 这个报警器就没功能了 他就下来了 偷了一宿 和其他案犯一起 偷了多少件呢 69件 全部是故宫的文物 这69件中 50多件是遗迹品 全是遗迹品 宣德清花 有红制黄幼等等等等 全是按照百姓的话说 全是官邀 这东西他就给偷走了 当发现的时候是第二天早上 东西都全部 已经离开了开封市 到哪去了呢 不知道 那么公安部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这件事呢 这个惊动了公安部啊 这个开封市公安局长呢 叫伍和平啊 伍和平后来就是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啊 伍和平呢 捕捉答案 这个案子呢 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通过现场 现场他就有三件留下三件东西 第一个是八块红布 第二个是夹子 什么夹子呢 就是你夹衣服的夹子 第三留下了一把刀 就是快刀啊 一只刀 就通过他留下的这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一点一边啊 抽丝剥茧 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东西分几次截获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运到了澳门 这个这个案子破案呢 堪称完美啊 为什么说完美呢 是所有的东西都追回了 这四个案犯 依次被捕获 依次被判刑 全部都被正法了 那么这个案子破的非常的精彩啊 就是案犯全部落网 东西全部追回 在当年影响非常大 那么央视呢 就跟公安部商量 商量就说什么呢 说这个 这案子这么精彩 它能不能拍成一种计时片 那时候计时片特别 实兴 有点像今天的真人秀啊 那最早的真人秀 那么公安部一开始还有顾虑 说我们这都是侦察员呢 我们这些人将来还都有用呢 侦察员有时候不愿意出来 是不愿意让你认识他 那么在反复的协商下啊 后来呢 中央台跟公安部就拍了918大案纪实 由全班破案人马出演 这个很有意思 今天如果你有兴趣 还可以在网上调出来看看 那么还有一个案子啊 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案子呢 是人物界都知晓的成德大案 成德这个案子也过去十多年了啊 当时呢 也是惊动了公安部 成德避暑山庄呢 有一个这个保管主任啊 最初就是保管员 这个人学的呢 是历史专业 当年是上海复旦大学的高财商 历史系毕业 毕业以后呢 就分在了这个成德避暑山庄 文物一点一点一点 最后升上去 变成了保管部主任 这人叫李海涛 这人在保管当中呢 这个文物由不值钱 没人关心 到有人关心 开始值大钱 一点一点的 社会上对他就有影响 这个人本身呢 生活很简朴 骑破自行车 穿那破衣服 据说就没穿过贫鞋 天天背一个军用胯包 看着你就不像个 就不像个历史系的大学什么 也不像一个专业人士 就像一个普通街头的人 那么由于他有这个权力呢 他在长达十年的时间 他是直接接触 我们开始盗窃 他跟这个开封大案 这个盗窃贼不一样 那个窃贼全是外面的人 是临时起义 就换句话说 你不做这个展览 我就不偷你的东西 但李海涛是天天跟文武打交道的人 他是个内贼 他一开始动了这个盗窃之心的时候呢 他还是用调包的方法 就说哎 我喜欢这杯子 那我就出去小妈妈仿一个 然后一个换一个呗 反正库房归他管 制度又不严 对不对 可是呢 他喜欢的东西太多 今儿喜欢瓷器 今儿喜欢这个玉器 后天喜欢请他玩 他他每个东西 他都做假的 太困难了 所以呢 他就索性 就不掉包 直接往外拿 拿了多长时间 拿了十年 拿了多少东西呢 拿了259件 什么概念呢 就平均每个月 拿两件多 那就换句话说 他就 半个月不拿 就手就咬着 拿了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呢 由于他作案时间非常长 非常隐蔽呢 就陆续流落到市场 流落到市场以后呢 那时候拍卖就开始火了呀 就进了各种拍卖行 尤其进了国际的拍卖行 这案发怎么发的呢 我老说 这东西在销赃的时候 特容易案发 就是这窃贼越来越大意 你知道他偷的那东西 后面呢 都有编号 结果最后这一批 换句话说 如果最后这批没发现 他还有最后一批 就最后这批东西呢 在香港加世德拍卖 我们故宫 博物院呢 有个研究员 叫叶佩兰 叶佩兰先生呢 去这个 叶佩兰先生是个女的啊 我们对 女的学者 有学问的尊称 都可以称之为先生 那么叶佩兰先生呢 去这个香港出差呢 就正好加世德做展览呢 叶佩兰就喜欢看嘛 专业人士都喜欢看 看的时候呢 就说你把那东西拿来 让我看看呢 人家把东西拿来了 他这一翻身 这本一下就愣了 因为这底下写的啊 故 故宫的故 1234567 你知道故宫的所有文物编号 特别简单 就是前面写一顾 后面写一粒数字 大概是七位数 所有进故宫工作的人 最初啊 就是说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都要开始清酷 编号 这是 常做的日常工作 赶上这号呢 是70年代 这个叶佩兰先生 自己写的那说还不是 很年轻的啊 就干这活呢 自个儿写 自个儿写的字 你认得呀 一翻过身一看就愣了 就吓一跳 也没敢出声 就把这东西放下了 赶紧就回来了 跟国家文物局报告 说有这个事 国家文物局立刻通知公安部 公安部就马上就奔赴香港 把这东西就扣了 通知他们 平台啊 这是涉及大案 然后这有编号就好办吧 一查编号 一看这些东西 掉拨给承德避暑山庄 掉过去了 所以公安人员呼啦一下 就扑到了这个承德避暑山庄 公安人员是有经验的 这么多公安人员一进屋 所有可能涉及盗窃的人都在这 你去看库房又没有盗窃迹象 那肯定是内贼呀 那么内贼 我简单的说 那老公安对着你眼神看个几分钟 你眼神一游移 他就知道谁有可能谁没可能 那么很快就把李海涛抓住了 李海涛在整个的销赃过程中啊 获得迎头小利 大利都不是他获得的 都是后面的人获得的 但是 他被强别了 因为偷的文物太重要了 从那以后 文物系统开始特别注重内贼 广州美院图书馆馆长啊 萧元啊 其实还是一个挺有名的人 早年写过很多学术著作 没想到这次呢 他的这个事件变得 使他更加有名 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吊包 什么是吊包 我们都挺明白的啊 就是拿假把椅给换过来 那么他吊包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美院图书馆的藏画 过去我们图书馆啊 都有很多很多藏画 是因为当时啊 有很多很多画家呀 喜欢到图书馆柴月资料啊 那时候画家就给你画个画 也不当事的 我年轻的时候画家 随便就给人画画也不要钱 那时候也不值钱 所以当时很多画家就留下了他的宝贵的画作 那么广东啊 广东最重要的画派就是岭南画派 岭南画派的这些画家 比如这个观山岳啊 比如赵少昂啊 等等这些画家的画作呢 这个他的美术馆里都有收藏 但是他不敢吊包 为什么呢 是因为广东人对自己的画作非常熟悉 那么他吊包的是什么呢 都是北方的画家 比如齐白石啊 齐白石的画作呢 南方相对收藏就不如北方多 南方人了解也不如北方多 所以他就盯住了这些画作 吊包 他本身是一个有画画能力的人 所以他才有吊包的一个基础 他把这些东西拿回家呢 这个利用职权啊 他利用职权拿回家以后呢 临摹啊 临摹完了 觉得差不多了 表好了 拿回去 把自己画的画拿回去 把真画就留下了 那么作案时间有多长呢 十多年时间 这十多年时间 他弄了一百多幅 大概是不到一百五十幅作品啊 有相当一部分呢 已经通过拍卖行 把它卖了 变成钱了 有多少钱呢 有三千多万 剩下这批东西呢 被捉住以后啊 他被抓住以后 然后呢 这个公安机关要 对这些东西呢 要估价 估了七千多万 两者加起来一亿一千万 那显然一过一 都是大案 那么这是目前 博物馆最常见的一种 盗窃手段 就是吊包 为什么呢 一个这个东西还在嘛 你也没有去报案嘛 按照你看着我们 这次这个案发 如果不是他的这些 卖了这么多东西 其中有一部分东西 是拿到香港去卖 不是有那 那个这个 比较细心的人观察 那这个事 案发不了 这报案怎么 怎么发现的呢 他发现这个画作上啊 有这个印章 这印章呢 是广州美院 藏块印 这一看 这不是美院的藏块吗 怎么会跑这来呢 就去报案去了 画作上 有公家单位的印章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 过去啊 有很多私人的藏品 被公家给没收了 那么收上去以后呢 有的就当时没点搁啊 就当地的博物馆啊 文物单位就搁在那 就收起来 往库房一搁 那有好事者呢 一看这东西都是国家的了 就直接光光光 往上盖章 萧元可能也基于这种考虑 认为上面有个章就有个章 所以就没在乎这事儿 但是呢 摆明一书 恰恰他就翻船 就翻在这儿 过去在这个十分不严谨的情况下 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掉包的事儿 就是管理很差 那管理是分很多层啊 低层管理叫什么 叫档案 我们过去博物馆的这个登记啊 简单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路子登记 所以写这个名称啊 能简单则简单 能模糊则模糊 你碰着不错的档案 有个黑白小照片贴上去 你就不错了 那过去有的都没有 就直接写一名字 你知道文物啊 它是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登记 今天非常容易的方法 就是有图像采集啊 我们今天的大量海量的图像采集 都没有问题 可是过去不行 过去是拿一照相机 拿一照相机呢 照一张是一张的钱 那么就靠文字补充 那么文字补充呢 就看这个人的业务能力 今天啊 博物馆的管理已经提升了很多很多了 过去都是纸张 纸张一个坏处 就是随时人给你撕了 过去为什么使用本不允许使用纸呢 本不容易撕啊 你撕一张人知道了 是吧 今天是大量的电脑输入 你看看这个广州这案子上来说 出入门的那个登记本就丢了 为什么都丢了 里头肯定是露出蛛丝马迹了 所以过去啊 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今天从登记上讲啊 应该做到非常严谨 再一个就是技术 技术啊 你看这个肖元自己就交代说 说那进那个库要三把钥匙 三把钥匙但是很讨厌 他三把钥匙叫依次 就是先开这个 再开这个 再开这个 那你有三把和三十把都没有用 今天两把钥匙控制 怎么控制呢 他有一个安全距离 这个距离两米五以上啊 两米五以上 他必须同时插进锁眼 同时拧动 这门才能打开 如果先后拧动是打不开的 换句话说 就今儿姚明来了 还差十公分啊 这手臂展呢 打开不够长 你塞不进去 你打不开 那么除非你把你的同伙 不管这个同伙是谁啊 比如就是你老婆是你的同伙 你也得两个人到场一块拧 多一个人 你想想你带着老婆去下裤 那个图像里如果有这个 你不用说这事就肯定出事了 那么今天的所有科技手段 我认为是天衣无缝的 最大的问题出在人的管理 人的管理呢 第一个管理叫情感管理 什么叫情感管理 这个事很邪门啊 理论上讲过去管库的人 关系都不能太好 这俩人打架才好呢 这人老死掐 跟领导挨个儿 就是张三说李四不好 李四说张三不好 这是一最好的状态 为什么他们俩不会勾结在一起 所以领导永远不给你解决这矛盾 还给你是不是的点点火 让你们俩好不了的一块 你们俩好一块 你再算计这事 今天呢 你们俩好也不行 因为他有很多制度决定啊 你比如台北 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这么多年 没出过这次这种事 为什么呢 他有极强的制度 他这制度是三拨人 这三拨人要求互相不沟通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就是保管人员 和这个专业人员之间呢 也不去勾奸搭配 也不去做这种私下的沟通 说下班咱一块喝酒去吧 你们俩一块天天喝酒 就谋事 所以他在很长时间 情感上啊 就是有一定的制度 这个制度不是不近人情 而是因为工作关系 就必须不近人情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是博物馆啊 是一个财产重地 全世界都一样 它在加强科技防盗上 不遗余力是肯定的 但是它一定要加强 它的制度管理 这个制度管理就是 怎么样能使你的技术 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使每个人在思想上 愿意执行这个制度 没有空子可钻